台湾国民党在总统、立法委员选举重挫,不过在台北市第三选区国民党现任立委,蒋介石增增蒋万安,教导宣布自行当选,击败民进党征兆的吴怡农。 该选区有两位年轻世代出战,两位帅哥的双帅对决话题性十足,开票至今将已经超过10万票的门槛,并于晚上8点30分自行宣布当选。 选举结果,蒋万安以51.438%,112784票,赢过吴怡农45.3973%,99539票,蒋大赢吴13245票顺利连任。 蒋万安在家人陪伴下抵达敬总,说这一次选战格外激烈,虽然在这个选区完全胜出,但是国民党整体是失败,必须要深刻地反省,检讨。 未来在立法院,国民党虽是少数但会继续发挥强力监督政府的战力,希望真正推出福国立民法案,照顾台湾人民。 至于吴怡农选前声势高涨,但最终败选。 无疑